欢迎好朋友来到股市幸运星 现场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投顾标顾女王 林信荣林副总 幸运星女神好 雨晴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股市幸运星 永成投顾副总林信荣 林老师 今天来了9月23号 星期五了 就是明天 明天 选举法人作战 向前冲 冲冲冲 演讲会 是 最后一天 还没报名的好朋友 赶快把握这最后机会 赶紧完成报名 0225423555 0225423555 赶紧把握最后机会了 对 这个是老师 今年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演讲会 因为再来10月份开始 会有很多特殊的事情 所以我必须带着我们的团队 我们要出场 出场 我们要去接地气 我们要拜访各大公司行号 跟我们看好的产业 我们会去深入民间 真的 女神看得永远比你更远 因为现在投资朋友 都在看 看眼前的碟 但是女神 你的眼光 永远看得别人更远 我跟你说 是 你走路一定要抬头挺胸 你才看得到金山长在哪 银山长在哪 还是你为了要剪金子 剪银子 一天到晚就低着头 我看不到 做人不可以低头 这样你是 就算金山在里面前 你也看不到 是 你就是 路上就是坎坷 懂吗 懂 明白 所以眼睛要看得更远 眼光要看得更宏观 更远方 然后女神已经看到 未来的金山银山了 对 好 目前看到第四季 第四季有什么 女神已经看到了 第四季包括选举 包括法人作账 以及还有很多 money money的行情 都在第四季 红包已经出来了 是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 赶快把电话播通 回过头女神我们看大盘 对 今天爱红片也 这个大盘 让很多人想说完蛋了 这个盘会没机会了 完蛋了 这个盘会不会要回撤前低 会不会跌破万事 各种声音都出来了 你会不会想太多 来 老师昨天就教过了 早上再打 今天马上还给老师 赶快 赶快 女神来帮你恢复一下记忆 打屁股 上课要认真 昨天老师有没有解盘 有 好 我再解一次 好 我昨天说 大家都说下眼线拉出来了 我没有跟你说 三日内必须补 这个缺口 如果没有补 就还有低点 今天是有补你 没有 没有嘛 一开盘 就直接往下了 直接这样 那你在买什么股票 我就搞不懂 你就不用买嘛 你真的心脏快要爆掉 你买的机器很高的股票 你就处理掉 你做事情 只要有纪律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底部的股票 一下涨 一下跌 这样不是小 这样是什么 那不是在台米放吗 那就不要理他嘛 重点是你的股票是不是 中息的啊 这最重要 如果不是中息的 像这样的盘你就走了就好了 你就不要问我说老师 我早上买了 我这里要怎样 还有今天可不可以买 从头到尾今天都不是没有 都没有买点啊 你买什么 一大早会员老师 没有给你发讯息 跟你讲今天是礼拜五 对不对 对哦 又跟你说台币在报贬 对不对 然后又跟你说 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 开高不要追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你们就算没有资讯 但是我昨天也有跟你交完 我昨天才刚交 没错 马上就给我忘记 今天是有开什么吗 什么高都没有啊 对不对 没有高点 完全没有高点啊 一路往下走 一路把这只脚给吃啦 对 那我昨天有说三日内必须补 这个叫第二天哦 好 礼拜一如果没有补这个缺口 不好意思哈 第二只脚会出来 那好事就发生了 哦 原来如此啊 我们大家在看守说 啊 接下来还会有低点 那有危机啊 这有什么好怕的 结果你谁在看转机啊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跟你说 第四季法人投信会做账 人家是 你当法人吃素的 这么瞧不起法人 法人都没瞧不起咱们了 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法人 那个我们讲的 国安基金那类的投信 是不是从 一三九二八的 隔一天跟你说 他们要进场护盘 还是他跟你说 他一万八护盘 一万六护盘 没有哦 一三九二八 开始护盘 对 从他护了开始之后 他是不是都在打底 嗯哼 是不是 那你觉得他是傻子吗 他这不是底部进场 不然请问 请问他这个 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你看投信是 一路一直买 一直买 六股倍啊 这里是底部啊 人家是做大事的人啊 对不对 好 那我问大家 那将来如果打出第二只脚 请问你是一只脚 走路比较快 还是两只脚 走路比较快 两只啊 两只还可以用跑的 我说打第二只脚是好事啊 你在怕什么 懂了 对不对 女神看的就是跟你不一样 我就说抬头挺胸走路 你就看得到方向 看得到未来 是啊 好现在是九月底对不对 对 你的机会越来越少 我跟你讲 我讲你赚大钱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你越晚进来 越晚知道这些秘密 你就机会越小 因为钱都会被先知先觉赚走了 对 你要当先知先觉 我会给你一个数据在演讲会 你就知道 虽然最近我们讲很多散户是销户退场 对 然后光是八月份我们讲的散户的减少数字 就已经大概三十几万户 哇 禁止户 什么叫禁止户 就是你虽然有那个户头 但是呢 基本上你户头的这个金额是零的 截掉了 对 完全对股市失望的 就是在等这个磨门策 因为这样其实真的 因为接下来股市会更干净 对不对 这叫筹码啊 其实我们讲股市就是这样啊 为什么赚钱的永远是少数 亏权的又是大数 对啊 答案就在这里啊 懂了 因为你要想的跟人家不一样 那你要跟着 你去走你财富财会有 你政府是不是大人 是啊 然后投信是不是大人 当然 中石户是不是大人 是 他们都进去了 你在怕什么 他们今天进到哪里去了呢 当然是进到股市的某一些股票去了 这也是老师演讲会会提到 好 懂吗 OK好 会进到女神看好的 这些新的趋势产业方向当中 另外呢 包括一些比较大型的 他必须要hold住这个盘 不能让这个盘一路崩得太难看的话 女神 今天你有看到 他们有进去哪些地方吗 肯定不会在台积电身上啦 当然不是在台积电身上 我跟你说其实今天都还有人问我台积电还可不可以买 你不会累喔 从668买到现在你还在买喔 你是没有给他看到 这个我们讲的外资继续提 对啊 那你说他会不会跌到什么破433 这倒也不会啦 说实在的 因为他也快熬出头了 OK好 说实在的 因为说实在的我们讲 投信刚开始买很多喔 还是在hold住 后来他算有聪明喔 因为这个外资喔 胃口太大 他要提2万张 我们就给他2万张 他要提2万张 我们就给他1万张 不能欲去欲求啦 不行 给他限定额度500 100 类似这样 现在投信走的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呢 外资一持续在卖 然后呢 投信在户 我们讲 台积电的力道就弱 所以你发现台积电 下来的速度比较快 其实交给市场最好 想办理就卖给外资嘛 你干嘛 就是一定要去hold这一支呢 那大家都知道你在hold 我就用力卖你这支就好了 对不对 那本来不是外资在卖的 其他的我们讲 世界大家想蹭你游的都来 所以他们开始打这种 散开来的 游戏吗 对 然后他们去找 看谁 能够引起共鸣 对能够引起共鸣 他会去测试 能够引起共鸣 而且又不会坏我筹码了 是谁 我这两天都在说 来 我们把那三个 海里游的三条大鱼抓出来 原来是跑去海里游的 对 那这档长龙也是很多人在问 阳明也很多人在问 万海也很多人在问 中环最近在买阳明 你们知道吗 他又来了 中环很喜欢买 而且他们都会减便宜 对 那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中环真的做八字 酸能减便宜的 周老师它没有什么涨 来看今天它的表现 今天是涨100点还200点 今天大盘是大碟的 大碟的 它是红的 对不对 明白了 那你再看 然后我们看2603也是红的 这个是不是红的 是 我眼睛应该没问题吧 我今天被绿色已经闪到都看不清楚 今天是护眼盘 一片绿油油当中 对它是不是涨的 万绿丛中的红点 对我早就跟你说这种东西不用卖了 那再看 万海也是红的 那我们看一下 好 PF8 我还是要用2603来举例 因为只有它是减资的 那由它的形态最漂亮 我就给你看 好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 它完全没有套牢的压力 这是第一点 那我们再打开来看 假如你的股票10张变6张 10张变4张 你会不会在要变之前赶快卖掉 会 因为我的股数变少了嘛 我的张数变少了嘛 好 假如你忍了 我跟他赌 就一赌啊 是呀 连叠4天你会不会卖掉 我真的会冻没掉 对啊 断尾求生 好 就在等你这一招 你断尾求生之后 这些人就来 好邪恶哦 就跟你讲大白杀 有血腥味 他在这里闻到血腥味 是 买买买买买买 外资也是买买买买买买买 结果 难得他们两个竟然可以在同步 昨天竟然同步买操 因为那个血味出来了 所以昨天你如果买长荣 今天你就赚了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在五日线上震荡 我说过他 可以看得出来海运股的方向 懂 那你有没有发现 散装行其实也太多 你看25608 好 四位行 有 对 虽然他们在底部 但是穷扣墨锥啊 是 因为我们讲BDI指数 BDI指数已经开始慢慢上来了 然后你再看 还有谁呢 2636惠阳也是散装行 惠阳 对对对 这些通通都上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感觉都上来了 还有台行也是啊 2617的台行也有 他们其实今天都有出来哦 老师长好少 长不到多少啊 今天是绿油油的护眼盘啊 对啊 你要看红灯的有 给你们看 谁亮红灯 生计谷 生计谷没有 女生我看到是绿灯 6550是绿灯 好 你看北极青亮绿灯 对不对 很多人其实盘中 有在后台都问 我给你们的一只答案是 你看不到他的量爆得这么大吗 昨天锁了是锁 这种股票 大家有个概念 小股票量不宜太大 这是规则 懂 小股票量不宜太大 他如果爆巨量的话 那爆巨量 你平常一千多张 你今天四万七千多张 你是当他是台积电吗 那我们讲北极青解盲通过 如果他能好好的量缩 一直锁 那当然没有问题 对 就他们那个老板 就也是老实数了 跑出来说 我们解盲通过了 但是那个财报 不会马上就很好 那个需要长期的来经营 结果老板突然讲这句话 老板讲了就这样子 那你要自杀我也没办法 长期经营就躺平了 所以手上如果有这档股票的呢 这一档我认为你可以获利下车 那老师120就跟大家讲 这样了解吗 懂了 你早已经利于不败了 对 但是他洗干净 这要洗啦 也不是说北极青就不行了啦 要一点时间 他只是真的是有一点受伤 OK 然后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跑去哪里 现在生计跑到那个 你知道现在实际就不好 大家心情都很不好 心情不好的时候 怎么样让心情变美丽呢 对啊 就是把自己搞美丽啊 哈哈 自己变美兴起来才会美啊 对啊你看嘛 看看谁美丽起来的呢 露雷粉有漂亮吗 亮红灯 叮咚叮咚 露雷粉啦 形态也很漂亮啊 我就跟你讲 这个我们讲台股 不缺形态漂亮的股票 你知道吗 就怕你不懂 就怕你不知道 就怕你不会买 你找不到 你先找得到啊 我演讲会就找这些给你们 懂了懂了 然后再来 还有玻尿酸给你煮下去 好4120 油滑 煮下去 玻尿酸打好 打好打满打满来 脏停自然来 你没看到身体骨 跑到这里去了 原来如此 那还有谁呢 来 那没得打的 比较穷的 我们就稍微按摩一下 做个脸也好嘛 我们要天然的胸 所以你就敷个脸 敷个胶原蛋白等等的 也许 去一下 左丹尼斯 那个肩 那个什么看肚子能不能按 身体美容 18按一下啦 腰按小一点 胸部按大一点啊 一样是按 很奇怪 按腰就会腰小 按胸部胸部就会变大 这个就是我们讲 美容的神奇的地方 只要你有钱 没有做不到的 今天反而跑到 前跑去这边了 跑到医美去了 因为压力真的太大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要懂得 钱他跑的方向 这个盘是有钱赚的盘 懂不懂 钱还有跑去哪里呢 当然呢 跑去女神的演讲会里头啦 女神帮你砍到了方向咯 你要知道方向在哪里 就来演讲会现场 女神直接告诉你 几个大方向 比如说女神看到了Z世代 Z世代他们的消费习性 在哪里 女神会告诉大家 对 那Z世代工作跟消费世代 他们跟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 他们不是草莓族哦 不要以为Z世代 我告诉你 Z世代是外星人 Z世代是外星人 对 Z世代 我们讲1990好了啦 其实不差那五年啦 90年代的 90年代的年轻人 他们现在长大了 那未来这一群年轻人 是会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心 当然 当我们这种中生代 会慢慢的退休 退休 然后换这些年轻人上来 我为什么说他们是外星人 你知道吗 他们的脑袋想的 跟我们不一样啦 我们只会想 啊 CP值啊 对啊 要怎么样 我们都很弱的你知道 原来哦 我还在想CP值呢 都只想占人家便宜的 他们其实不占人家便宜 他们要的是VP值 就是价值跟效能 他们的人生在探讨 什么叫做有价值的事 你懂吗 那到底是什么样叫做 有价值的事 他们其实经过知识暴涨 因为通常他们伸出来 就被电脑灌爆 在网络上有这么多资讯 他们必须努力的学习 而且他们面临的那种 世界的竞争力 他们现在是 他们伸出来就是 地球村你知道吗 对因为他们接收的资讯 从一出生开始 哇就是非常爆炸的讯息 一直在他们的脑袋里头 对所以他们非常有智慧 OK 他们的智慧 基本上不是我们正常人的智慧 所以老师说他们是外星人 我说他是外星人啊 所以爸爸妈妈 你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你自己生的那个Z世代 不是他们不乖 不是他们不好 是你自己有点 你们的频率没有对到啦 你是古代人 对啦 他们是外星人 所以外星人做的事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你不懂而已 懂吗 OK好啊女生去了解了之后 对 从中去找寻到了 他们的商机在哪里 对他们的商机在这里 OK好来看演讲会 演讲会会告诉你 女神会告诉您 Z世代他们的消费思维逻辑 以及商机在哪里 赶紧把握最后的报名机会 因为今天是最后报名 而且这是女神 今年最后一场 最重量级的一场 我说过我再来会很忙 最重量级 OK 喷爆转爆的第四季 女神会累爆 没关系 等我们12月做账 法人做账你就知道 那时候 我第一步要打 我跟你说 法人是这样跟我说的 女神又一听到了 不一样的声音了 好好朋友们 赶快把握最后的报名机会 打电话是最快的 02 254 2355 或是加入我们的Lite群组 点图填表单 小老鼠 HAPPY 1788 直接搜寻免费加入 点图赶紧完成 最后报名 时间保留给您了 2022年最重量级的一场演讲会 选举加法人作账 向前冲线上演讲会 就在9月24号 股市幸运心 林信荣林副总将告诉您 什么是Z世代 如何掌握Z世代的消费商机 以及没有人发现的 台湾之光 No.1究竟是谁 还有11月的九合一大选 不论蓝绿谁胜出 当中的受惠股又有哪些 以及最重要的法人作账 必赚股又是谁 想知道想赚到 千万不要错过 9月24号选举加法人作账 向前冲线上演讲会 最后报名 02 254 2355 02 254 2355 电话拨通了吗 电话还没拨通的话 加入Lite群组 小老鼠HAPPY 1788 点图填表单 赶紧卡位最后机会 因为这是女神 今年2022最重量级的一场 也是最后一场 赶快来看女神 告诉你第四季的方向在哪里 女神已经看到 第一个叫做Z世代 对 那我们看Z世代 它怎么消费 就代表那个产业 基本上 未来的财报会好 对 未来会财报会好 所以你看女神 都已经帮你整理出来了 所以老师在演讲会 整理了Z世代消费概念股 你听清楚 他主持Z世代消费股也是老师第一 最重要看好的一个产业题材之一 对 而且是市场第一个提出来的 两年前的比特币虚拟世界 我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你可以到YouTube 到我两年前的节目 你去比比看 我是第一个提出来 那时候比特币是一万二 然后马斯克出来的时候是六万八 对 好 再来 还有呢 我们讲了 去年女神也是在看到 第四季的一个新题材 爆发性的题材 没有人讲的题材 元宇宙 女神又是十足 第一个告诉你 也是去年第四季 说怎么刚好都第四季 因为第四季就有行情啊 我跟你讲 第四季照 你用膝盖想 第四季照统计学来讲 行情就在第四季啦 对啊 六月啦 说实在七月啦 就是在配股配息啦 那个权重压得死死的啦 好 很难上得来啦 对不对 那是不是六七都 就是那种 六七八就很弱 六七八就七上八下 好 九直接死掉啦 为什么 因为要酝酿 没有九 九月份 因为你看到六七八 那个一直除全 一直除全 那个一直下来 然后又很难涨 结果呢 你本来想说 我赚一点钱 要去缴学费 发现我要缴学费的时候 钱输光了 所以九月真的就是最低了 九月又要缴学费 学费现在学费很恐怖 很贵 如果小孩是读大学的 真的是贵生生 好辛苦 过话又说回来 现在好像每个人 都是大学生 对啦 对啊 那读大学的 说实在那个学费 真的很贵 你就让他自己赚就好了嘛 疼小孩不能疼得太超过 懂吗 好 那如果他不是读书的料 就让他好好的学习嘛 这都实际嘛 对 那我们再拉回来 所以九月 所以九月就是一个 死掉的月份 但是确实压到最底了 对 如果这个死掉的月份 刚好又遇到台币贬值 外币 那我们讲 美金又一直升值 再加上又是疫情啦 又是一堆有的没的 让你这样什么 裴洛西也来啊 然后中共非诞也来 让你绝望到一个极致 请问你会不会是 把你的股票全部砍 砍光光 清仓 而且经过统计 清仓之后 短期间你不会回来 最少三个月你不会回来 因为那时候 你已经赤薪了嘛 赤薪 赤薪之后 你就怎么样 算了 头都不要看了 再也不看股市了 然后等到 大家领完大红包行情的时候 你就觉得新样收养 我也好想要 好可惜哦 我也要赚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承住坏空 承住坏空 历史一直循环 但这一次的第四季 真的会赚爆赚翻 因为很少有出现 这样的第四季 对啊 不只是看到 这么多大人在里面 对啊 真的是太超过了 是 你有看过 头信连六十几买的吗 买了快三个月了 连续一直买买买 买了两三个月 这样一直买信来 对啊 而且我跟你讲中十户最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积优股 中十户 我还在说过来的过来的那种 个人户的中十户啊 有的是整天的自营商 有钱的人 他们做长线的 他们最爱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好的 就是说VP值嘛 对不对 刚刚讲说VP值 有价值的 他们贼的呢 不只VP哦 VP CP他都要 我告诉你哦 Z4再加上我们这个老一代 那个VP也要 CP也要 那种股票才恐怖 那就是 西幽股落到一根根 来法人做账 我先给你看 这种的 这个女生也帮你找出来了 这种的 滋滋 哦好惨 都洗得干干净净净 都已经不只腰斩 快要腰折 剩一口气 剩脚趾头那种 我们在等 好 你就尽量杀吧 杀吧杀吧 然后呢 我告诉你 我这个 滴滴的接吧接吧接吧 我这些股票 你自己把它打进去电脑 你自己看 吓死你 懂了 人家的大语都立皮了 你还在抖 你是在抖什么 对不对 演讲会这些 马赛一课就会拿开了 都会公开 演讲会全部不盖牌 全都漏好不好 你有能力你拿去 你拿去赚 好 有钱大家一起赚 但限额100个 今天最后一天 好 来 再来 阿公有啊 银蛋要来报复啦 想到阿公真的是一肚子火 这吃饱没事 真的是 那他其实也不是真的要 打我们台湾 但是他就是一直要吓你一下 吓你一下 因为美国就是 美国跟中共就一直以来就是 一山不容二虎 他们就 他们在政治斗争角力 我们就是人家的棋子 对 跑也跑不掉啊 不然我就跑了就好了 没法抖啊 没法抖 但是我告诉你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你自己转 对你要知道 找群道台湾的好 好在哪里 你要转念 你不要老是去想那些政治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想一点经济问题 钱在哪里 银蛋会达到哪里 工到哪里 对啊 再来够合作 对 好不好 好 政治都没有问题 那是他们政治人物之前 大人的事 所以只要遇到政治的事先给他摆一边 拜托你 除非我们讲的11月那个选举 稍微留意一下 11月6号美国选举你知道吗 我只知道我们台湾的选举九合一大选 原来美国 我现在来投股票 我跟你说啦 11月初啦 美国要先选啦 参与的众议院议员要选举啦 原来如此 知道吗 对啊 选举前你说会生息吗 肯定不敢 他们也必须要顾好他们的选民们 不然拜托这么老 你还要他掰咖就不行了 你这参议院跟众议院 他如果没选好以后 拜托做啥事都有人扯后退你 懂了 所以为什么FED主席 我早就知道一定演这出 FED主席为什么说11月 可能还会再生更多一点 故意下 让你那个筹码干净一点 那10月打死不会生息啦 10月就是一个空窗期啦 而且是第四季又是一个财报空窗期啦 第四季财报 明年第一季才会公布啊 我没有说过气不如窃 窃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到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最好找 那最有那个想象空间 对啊 懂了 很多很复杂 女神真的看得很屈心一样 赚钱的秘密 我都在演讲会告诉你啦 这有时候不能说太多啦 话说多了会出毛毛 所以我们关起门来说 只让100个VIP做的好朋友们 你来听你来看 你来学你来了解 没错 那么这个阿共暴富概念股 这些公司说实在都有在大陆设厂 哦 而且赚得由谁谁 哦 对 那我说过我们在大陆设的厂 我们讲的台湾鸭会大陆出口嘛 所以基本上我们拿的叫做米金 对啊 所以这个也是台币贬值 实时的给他赚起来的概念 受贿概念 因为那天到晚怕台币贬值 人家收的是美金啊 高兴人家贬翻了 他们赚更多 我说过未来这些阿共暴富股 我们光是会对收益 躺着收就来不及了 我都不想起来了 躺着睡觉都能赚钱 这就是所谓的法人为什么要去布局 懂 那阿共为什么可以让我们报复 因为银蛋在这儿 了解 懂吗 好 那到时候马赛克一拿开 你就说哦 原来黄金乱石头的就利益 不会马赛克 全都漏 全都公开 好朋友们 因为筹码的问题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媒体 直接公开 这么直大辣辣全部公开了 那我能公开的就是什么 我们讲长荣万海 杨明 天上飞的海里游的 这个叫做人气鼓嘛 然后台积电 你要问这种什么面板 有的没的都可以啊 但是有一些股票 我们马赛克先马起来 一定要马起来 关琴门演讲会告诉你了 是的 好所以演讲会最后的报名了 好朋友们赶快把握最后的机会 0225423555 因为这是新一新女生 今年2022年最压轴重量级 而且是最后的一场了 今年不会再办任何一场演讲会 因为再来 女生大家都很恐慌 很害怕 很害怕升息 我是很贪婪 所以10月份开始我非常非常的忙碌 我要开始 积极酒访各大公司 各个工厂 我要直接下乡 到处去看一看 然后去收集最新的第一手 他们的产业资讯 然后呢 赚钱才是真的 懂吗 没错 懂好 所以好朋友们 现在女神已经帮你做足功课 第四季要怎么赚 第四季有哪些行情 第四季有哪些题材 第四季有哪些标题 是你不能错过的 就在这一场选举加法人作账 向前冲演讲会当中 02254355 直接把电话拨通 或是加入小老鼠 HAPPY1788 直接点图来干净卡位 最后报名了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投资物 标谷女王 林兴荣林副总和好朋友座的分享 感谢幸运心女神 谢谢雨晴 谢谢全国的投资朋友 不要忘咯 幸运之心 赛永成 荣华富贵 跟着来 祝所有的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选举加法人 向前冲演讲会 9月24号 这礼拜六 两点准时 跟大家空中相见咯 2022年最重量级的一场演讲会 选举加法人作帐 向前冲 线上演讲会 就在9月24号 股市幸运心 林兴荣林副总将告诉您 什么是Z世代 如何掌握Z世代的消费商机 以及没有人发现的 台湾之光No.1 究竟是谁 还有11月的九合一大选 不论蓝绿谁胜出 当中的受贿股又有哪些 以及最重要的法人作帐 必赚股又是谁 想知道想赚到 千万不要错过 9月24号选举加法人作帐 向前冲 线上演讲会 最后报名 022-254-235-55 022-254-235-5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